美国从2014年开始 装备乌克兰 直到2022年发生战争 那美国现在装备的这个区域 包括台湾 要在什么时候 让台湾变成乌克兰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号 美国联邦众议院 在美西时间21日通过法案 提供总价值950亿美元 折合台币约3兆的资金 均援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 21世纪实力和平法案 以360比58的投票率通过 内容包括制裁伊朗 压扣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 并迫使短影音平台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印太安全补充法案 也是以385比34的一大差距通过法案 美国将提供80亿美元抗衡中国 其中20亿美元折合台币约650亿元 是给台湾和其他主要盟友的军事资金 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 以311比112的投票率通过 美国将提供610亿美元折合台币近两兆 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以色列安全补充法案以366比58的压倒性胜利通过法案 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264亿美元 折合台币8600亿的援助 这些法案在之前都迟迟无法通过 但这次议员采用拆开审理的方式进行投票 使得这次四项法案各个全数通过 而众议院议长在法案通过后 向媒体表示通过法案确实有其必要性 并表示历史会证明一切 世界已经变得均匀了 它是一个压力的地方 它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三个的主要的敌人 俄罗斯、伊朗、伊朗、中国都在一起工作 他们在世界上的敌人 法案的通过也引来挺拔民众的抗议 痛批军援以色列只会导致更多平民死伤 并呼吁应该促使加萨停火和平谈判 此外法案也引来极右共和党党员的反对 不过法案通过之后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 向美国道谢 认为美国做出正确的选择 坐在正义的道路上 我是报告人陈凤馨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他们四项法案 这四项法案是包裹式的 然后针对了包括了乌克兰 还有包括了以色列以及印太地区 提供所谓的军事军援 然后以及第四个法案是把它印加进去的 有关于禁止TITOPE 强烈要求TITOPE必须要把他的股权出售给美兹 这样子的一个法案 但前面三项合计950亿的军事援助的法案 我知道对我们的观众而言 或者是具体上对于我而言 那么最关心的当然是这里面 所谓的印太安全补充法案 因为这最牵涉到台湾自己本身 虽然金额最少81亿美元 但是对我们的关系影响最大 可是我反而要把它放在后面 因为如果我们理解了前面两项预算法案 它的目的性 你就会更能够清楚了解 所谓的印太安全法案 它恰恰就是印太不安全法案 那我们先来讲 有关于乌克兰援助的这608亿这个法案 坦白说 这个法案的本质只是为了要避免在拜登选前 那么出现乌克兰战败的现象 如果乌克兰战败了 那么由拜登或者是美国历任的总统 一手挑起来的俄乌战争 就会攒在拜登的头上 你不但挑起了战争 美国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 而其结果是战败了 那么拜登势必会被川普批评为 这一个无能的总统 所以拜登要阻止的就是这个现象 但是他能够帮助乌克兰打赢战争吗 不可能 事实上他能不能够给了钱 能不能够阻止乌克兰的战败 我都认为困难度很高 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武器制造的能量 另外一个是人员的补充 在武器制造的能量的这个部分 经过两年的战争 那么如果大家看一些资料 你就会发现 俄罗斯的整个的军工产业 已经满血复活了 他们事实上目前的生产量 比他们在2022年2月24号发动战争之前 的生产量都还要来得多 那么可是在乌克兰这个部分 那么因为乌克兰这一次的战争结束了之后 他会有后续的军工需求吗 应该不会有 所以你会发现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他们没有办法在增加产能的方式 的情况之下提供乌克兰武器 所以他们只能够在原有的军工产业的系统当中 提供乌克兰武器 可是过去这两年 其实美国已经将他的大量的库存的武器 甚至于逼迫韩国的库存武器 澳洲的库存武器 日本的库存武器 欧洲的许多国家的库存武器 提供给乌克兰了 那么现在呢 你要直接提供给乌克兰 能量本来就已经有限 不管是美国跟欧洲加总起来的生产能量 本身就有限 更何况美国的军方发现 我再把库存武器提供给乌克兰 他自己的战备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他要自己先补充他自己的库存 如果你去看那六百多亿的预算当中 其实有大概两百多亿 是要补充回去给美国自己的军方的库存 所以乌克兰没办法拿到这么多的武器 没办法拿到他足够反攻的武器 更重要的是人 乌克兰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 要求说服役超过36个月的老兵 也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 回到自己的原有的工作岗位 所以老兵不能退 可是新兵呢 把真兵连线从27岁降到了25岁 这两项法案凸显了乌克兰 已经损失大量的年轻人的生命 而他们能够提供源源不绝的年轻人的生命吗 就算武器来了 如果没有人能够使用该怎么办呢 所以这是一场 这个金额的提供 背后的邪恶性就来自于 为了拜登的选举 乌克兰请你的人继续的牺牲 美国众议院一口气通过军援 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法案 总计950亿美元 其中印太安全补充拨款 直接针对台湾援助19亿 提供国防协助以及军事教育训练 台湾在编列19亿美金的额度 用来提高我们的防卫能力 那预估是会用在不对称的武器方面 包括各式的尺针飞弹 还有标枪飞弹 以及战场侦察设备等等的 快速而且短期的 来增强我们国军的防卫能力 而无战争前 美国秘密训练乌克兰部队 据了解这套做法也在台湾复制 像是陆军装甲五四两缕 和机部333缕 2023下半年各选派一个联兵 引到美国受训 但后时军力增加军备量能的同时 台湾若不想成为下个乌克兰 是不是应该优先避战呢 美国这次通过这颗预算 对乌克兰来讲是 非常大的帮助 但是他还是没有解决 乌克兰现在正在战争状态之下 我们在强化国防的同时 也不能忘掉保持和平的努力的重要 我们绝对不拒战 但是我们更了解战场发生在台湾的话 受苦受害受伤的 绝对都会是我们台湾人民 赖金德政府即将在一个月后上任 对于他的期待 两岸和平稳定发展 赖金德总统都要谨记在心里 在业党对准总统赖金德深深患 而赖金德本人为520就职提前暖身 同样对年轻人给出承诺 面对青年票的流失 来信德上任后的挑战 不仅将迎来年轻人就业与薪资问题 首当其冲的恐怕还有 如何带领台湾往和平的道路走 让年轻人能安心圆梦 所谓以台湾为主的印太安全法案 我提几个观点 第一个是 它里面不是只有一些说要给台湾 那包括所谓的这个地区的这些盟友 那我相信这里面可能最多 可能是在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在这部分最需要钱 而菲律宾目前看起来 对美国的配合度其实是最高的 所以到底他们要在菲律宾上面 提供多少的装备 什么样的装备 是值得我们观察的 那么最重要的是 它这个法案的意义 就是要从此时此刻 将台湾以及像菲律宾 日本装备成为 从2014年的乌克兰 美国从2014年开始装备乌克兰 直到2022年发生战争 那美国现在装备的这个区域 包括台湾 要在什么时候让台湾变成乌克兰呢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号 第二个部分是 台湾并不缺钱 那为什么要提供这些资金呢 那我能够想到的唯一的理由是 台湾连这些武器都要拒绝 就是一些台湾不愿意接受的武器 所以台湾不能够编列预算 而台湾不能编列预算 美国又要硬塞给台湾 会是哪些东西 目的又是什么 真的是为台湾好吗 恰恰就是为了 美国军工复合体 以及他们要维持世界第一 这件事情的政治企图性 两岸态势紧张 国防部日前侦查到共激 距离基隆沟雄只有41海里 相当于76公里 有专家就爆料 飞到淡水河或沟雄港只需要3分钟 如果再从淡水飞到总统府 更不用1分钟 换句话说 短短3到4分钟的时间 就能飞到总统府上空 让人惊讶的是专家说 就算我空军紧急起飞应应 最快也要6分钟 对我们来讲 我们已经没有战略预警的空间 跟预警的时间 它在中线就可以对我们发动攻击了 不要说超高音速 就是一般的这种超音速导弹 一两分钟就可以 到达我们目标上空 这国军为什么要做一个战备 就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两岸关系如此紧张之际 共军释出山东舰 航母编队宣传片 完整公开动九四型 飞弹核潜舰 还有第四代歼15战机连队 大秀军事实力 先前传出 美国打算把东亚地区的弹药 通通搬到台湾 难道真的是想把台湾当成火药库 邱国正卸任前讲大白话 那好单单问 要把国外装备放到我们这边来 可能会引起政治方面 或两岸之间这些问题 这都很相当谨慎 两岸军事实力悬殊 台湾要如何在中美角力中 走出和平之路 将是新政府的大考验 这就是现在 我们最需要观察的一个现象 那么按照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所做的统计 它的统计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计算方式 就不是以预算为限 他们会仔细地计算 在很多事情上面 所花费的这些经费 那他们统计呢 台湾其实在过去这十年 那么在军事上面的支出呢 就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 成长幅度相当的高 那么以过去这一年来看的话呢 就成长了百分之十一 那这成长的幅度 当然远远高于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所以是投入了更多的军费 比经济成长率所带动的 成长的更多的军费 投资在军费上面 这是第一个部分 从前的角度来看待 我觉得第二个部分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 特别值得观察的 就过正在担任 国防部长的这一段期间 其实他曾经在立法院 多次表明 他有几项武器 是绝对不会采购的 那么这种表明 从台湾军方的角度来讲 是很少见的 就是我不要买什么这件事情 过去是很少 成为军方的重要政策 通常都是要买什么 是军方的政策 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什么不会买呢 你就可以想象这背后 美国的压力有多大 在台湾的军方 要能够找到足够能量 去对抗美国 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邱国正 终究在一条线上面 划出了他的拒绝 可是这一条线 当邱国正离开了 换上了顾立雄 他不是军人出身的 他不知道在军中 可能战争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对他来讲并不在意 他如果百分之百的配合 那那条线就会往后退 这就是我对于 那个印太安全法案当中 要给台湾的军事支出 或者服务物质 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如果连台湾军人都认为 不应当设置在台湾的武器 最后设置了 对台湾会是安全吗 所以我才会说 那不是印太安全法案 那恰恰可能是 印太不安全法案 对台湾的都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